我们今天来做一些社交媒体上常见的相关词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几度 Pornhub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谁呢 给Instagram以及Meta 事实上同一间公司 Meta你知道就Facebook改成的元宇宙 然后Instagram也是他旗下的公司 早就被搜狗去了 那为什么要写一封公开信给他们呢 因为Pornhub在Instagram上面的账号 事实以及在脸书上的账号 被永远的禁掉了 被拉黑了 那被禁掉他就不爽了 那不爽呢写一封公开信 去抱怨 去complain 那抱怨什么事情呢 抱怨说 我就是他们的内容 其实明明跟某些明星 也没有差到哪里去 因为他们也不会直接在Instagram上面 直接放A片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还是会放一些比较 softcore的东西 顺便就讲一个字 所以我们讲那个 很真枪实弹的A片 我们用hardcore这个字来说 当然这个字本身不色 这个字本身就是很 我听过一个翻译叫硬核 我觉得也不错 不过硬核这个词 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它 就是 core就是核没有错 所以像 你如果说是你对什么事情很认真 你就说你是一个很hardcore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是you're a hardcore player you're a hardcore collector of什么东西 你是一个很硬核的收藏者 收集家这些的 所以hardcore这个字其实没怎样 那softcore则是我们一般说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A片啊 有马赛克啊什么这些的 我们就称它为softcore这样子 好所以我再说的就是 pornhub在instagram上面的这个账号 也事实上是softcore的 但是它就是时不时的 就会被instagram被ban 那那个ban可能过一阵子又解开 已经超过了十几次 那pornhub这次被ban 也以为说没事啊 一下就解开了 就殊不知 instagram issue了一个statement 就说 对不起这个pornhub呢 我们要permanently把你ban掉了 因为你违反过我们这个社群规范太多次 所以pornhub就不爽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pornhub它就正在 它在call out call out不是打电话出去 当然也可以是 call out的话在这边的用法就是 它就把它点名出来骂的意思 所以the site is calling out meta 点名出来骂干嘛呢 for alleged discriminatory enforcement of its policies 所以这个字眼 这个描述它描述非常的清晰 什么意思 它也并不是说 它的policy是discriminatory 所以并不是 它的政策上是歧视人的 它的政策没问题 但是它在执行上 是discriminatory 那你如果听不懂discriminatory discriminate就是歧视 就是用差别待遇的概念 所以discriminate 差别待遇 那形容词discriminatory 所以它在执行他们这些政策上的方式 是discriminatory 所以它甚至还举了另外一个明星的例子 它叫做Kim Kardashian 你大家知道 那Kim Kardashian 它就可以把整个屁股露给人家看 然后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在pornhub上的一些 拍成人片的一些女生男生 要是在Instagram上面露出一个屁股 那就是被ban 都是平平都是屁股 你为什么ban我的不ban他呢 对不对 所以很不公平 所以它这里才说是enforcement 就是去执行这个法令 执行这个政策 所以它说 它有discriminatory enforcement of its policies 所以在执行上有discrimination 而不是policy本身有 所以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ban这个字 刚听得起 我社会上你大概也常听到了 就啊我账号被ban掉或什么这些的 可是有另外一个词 有banish ok banish 所以它就被Instagram给放逐了的感觉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词 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看的真的是社交媒体上 比较夯的一些词 呃 这个for good我觉得不错 我们先看一下for good好了 yes 好 所以很不幸的是 pornhub的suspension has now been made permanent instead 所以这一次 它的suspension 它的帐号被禁 就是permanent永远不会变了 exiling it from Meta's garden of influencers for good 所以exile这个词 就放逐这样子 像我们讲的达赖喇嘛是一个 在流亡中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 所以他是一个religious or a political leader in exile 所以in exile就是处于流亡的状态下 好 所以就让他给流亡exiling it from Meta's garden of influencers 还蛮这个比喻性的一个有画面的一个说法 因为你知道脸书啊或者是instagram 他有很多的influencer这个词大概也知道 就有影响力的人 influencer 现在网红都叫KOL key opinion leader 或者influencer也可以啦这样子 所以那仿佛像个花园般的 所以这个from Meta's garden of influencers 加个for good是什么意思 for good就是永远的 OK 我以前还不懂这个片语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香港人 他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是香港人 那有一天我在学校走廊上遇见他们 然后遇见他们的时候 A就说 A Paul你知道吗 B啊 就他身边这个B啊 他要回香港了 然后he's going back to Hong Kong for good 然后我就哦 for good 什么是for good 那时候我真的英文没有很好 我就说哦 你要回去发展 然后要发展得好好的吗 所以 所以 你想要回香港 然后 然后这件事情是 美败这样子 所以I'm going I'm going back to Hong Kong for good 不然要for bad 反正我脑袋那时候 就是整个卡住 我就哦 OK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哦好啊 那我期待你回来 然后他们两个就看着我 说 因为for good就是永远了 不会回来了 然后我还说期待你回来 那他们可能就想说 哦好吧 Paul好像没听到我在讲什么 然后他们就走掉了 所以这个是蛮丢脸的一个回忆 希望你以后不会跟我犯样的错 所以这个for good是永远这样子 所以这里就没错 说这个是 Exiling it from Meta's Garden of Influencers for good OK 你的账号不会再被unban了 所以We've permanently disabled this Instagram account for repeatedly violating our policies 所以它为什么 因为它重复着违反着他们的规定 repeatedly violating our policies sure 好 所以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有一个字我觉得很不错 这个字一定要看 所以这说什么呢 呃 Pornhub认为总之Instagram做得很不好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 大概都可以稍微读一下下 so we demand 我们要求 that Instagram immediately end all discrimination towards those involved in the adult industry 所以我们要求啊 Instagram马上immediately 动词是什么呢 end 结束 结束什么 结束所有的这些不公平对待 对那些 就是成人产业里面的这些人们 towards thos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adult industry so adult industry 就是成人产业 所以那些人 people都可以省掉 那我也把关带的 刚刚有读出来给你听 可是可以 关带跟B动词也可以省掉 所以end all discrimination towards those involved in the adult industry so those who are involved 可以省掉这样子 好 那然后他又说 这就表示什么呢 什么叫做 停止所有的不公平对待呢 This means providing full transparency and clear explanations for any suspended or banned accounts ending shadow banning practices and immediately reinstating all accounts including Pornhub that have not violated any of Instagram's terms and policies 好 所以这句话 可以学到的英文蛮多的 我们来好好看一下 所以这就表示者 this means means what 所以means后面 其实有个that被省掉了 那that就直句嘛 那后面有主持动词 所以 等一下 我再看了一下 并不是这样 this means后面 就直接是他的受词了 所以多看了一眼 发现他并不是名词字句 所以这有时候读英文句子 也很像逛花园 什么意思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所以读英文句子 有时候你会想说 下一个字是可能是什么 然后你就 例如说我看到一个动名词 看到一个VING好了 因为VING可能是动名词 也可能是形容词 那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要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就很像 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 你选择了 它仿佛像是个迷宫一般的花园 所以你可以走一走 发现一个岔路 你就往这个右边走下去 走一走发现这个路不通 就是你对这个路线的理解 有了错误 发现你错了 你就直接回头到 你刚刚选择右边的那一个路口 然后现在改选左边走下去 所以很多时候读英文句子也是一样 你看到一个VING 你可能就会想 它可能是动名词 可能是形容词 那你要怎么来判断呢 我要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先假定它是动名词 如果是动名词的话 它就可能是 既然动名词可能是名词 如果是名词 可能是受词 可能是主词 那你继续走下去 发现它不是主词 因为没有接动词 然后它也不是受词的时候 说不定它就只是一个形容词 在形容某个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受词补语 主词补语之类的 我拉拉杂这样讲下去 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的话 那反正你每天看我的影片 应该就会慢慢懂 好所以 所以this means means what providing for transparency and clear explanations for any suspended or ban accounts 先看到这边 我大概就看得出来 OK 看懂了 什么意思看懂了呢 所以means providing就是means的受词 所以这里的ing是 动名词当受词 所以这就表示着什么呢 提供这个东西 然后结束这个东西 以及再一个 所以and的之后 又来一个ing reinstating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事实上就是 这表示着 A 斗点B 斗点and的C 三个动名词 当作它的means的受词 OK 大家听懂 所以第一个providing 提供什么 提供很完整的透明化 所以他想要在 他们我要ban你 我要ban谁 那你给我个理由 透明化这样子 你的决策要有透明化 所以transparency就是透明 以及要清楚的解释 clear explanations for what for任何被禁的账号 for any suspended or banned accounts 所以第一个 提供透明化 第二个 结束什么 ending ending what shadow banning shadow banning呢 again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种 社交媒体上的一些 很夯的词 shadow banning是什么 来再强调一次 这边看一下 所以我先读英文的给你听 so shadow banning occurs when your posts or activity aren't viewable to other users but you haven't received an official ban or notification 好 看懂了吗 我解释一下 我先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我们知道在社交媒体上 他总之有演算法 对不对 那你所贴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你的朋友加减 应该都看得到 会出现在他们的河道上 大家懂我的意思 或者就是你知道 脸书或instagram的 反正你的动态更新 或这些的会给人家看到 可是如果说今天 像这些社交媒体 他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的话 他就会让你的东西 不会出现在别人的河道上 可是他没有ban你 所以这基本上还是ban 只是没有告诉你 而且也没有让你感觉到 或许你还是会感觉到 因为别人开始 你就觉得你发一个帖 怎么没有任何人点赞或回应 你明明没有被ban 可是事实上 你现在是被演算法刁难了 这样子 所以他们能够这么做 那这样其实是 理论上好像是不太对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叫shadowbanning 所以当你的铁 或者你的活动 没有办法被人家看到 aren't viewable to other users 可是你却没有得到 任何的official的ban 或者notification 没有被通知 也没有真的被ban 这叫shadowbanning 所以第二点 他刚刚说的 这就表示着 结束所有的shadowbanning practices 做法 以及最后immediately 立刻的reinstate 就是让什么什么东西 重新回归他的身份 叫做reinstate 以前我书读的不好 所以差点变二一 那我就先休学一下下 那休学之后想一想 还是复学好了 所以那个就叫apply for reinstatement 所以就回归我的学生的身份 所以reinstate 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pornhub也希望 他能够在instagram上面 能够被reinstated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搞笑 就是pornhub本身是a片网站 是没错 可是他们还是会想要在这种 普罗大众社会上 使用的这些社交平台上 有这么一点曝光度 然后能够把 或许就是把 社会上的一般的 不见得会看a片的人 拉去看a片 是这样的概念吗 总之人都会想要有 有曝光度就是 并且在正常的管道里 正常听起来不是 也是很奇怪的字 在这种普罗大众的管道里 就是你可能会想说 你是黑暗的 你是色情的 你就躲在黑暗的地方 那有人要去找你 自己会去找你吗 你干嘛还在instagram上面 参一脚 或许有正义魔人会这么说 我是没有这想法 我是觉得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就是 所以总之pornhub 还是会觉得 在instagram上面 应该要给我一个位置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shadowbanning ok了 来 那还有什么可以再看 下面这边 这篇报道就没有 我们再看另外一篇 那这篇也是有一些 很不错的词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边有讲到就是 好可以 讲到family planning yes 好 excuse me ok 这边有 他说了一下下 instagram本身 他的policy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他的policy就是 有品牌的内容 一定不可以去promote 成人产品或者服务的 这些销售或者使用 好 so branded content 这个branded就是有品牌的 这个brand是品牌 应该没问题 so branded content must not 一定不可以 promote the sale or use of adult products or services 不能去提倡 不能去推广 the sale or use 所以贩卖或使用 什么东西的贩卖或使用 adult products or services 成人的产品或服务的 贩卖的使用 你一定不可以去promote它 除非 所以有个 有例外 有单数 except for 除非是 posts for family planning and contraception 除非你这个东西是拿来去 就做家庭计划用的 ok 什么叫做家庭计划用 其实我就 我就想问了 所以要是有成人产品 或者服务 所以例如说是 你这个东西卖给成人 什么东西 避孕药 避孕药就是家庭计划的一种 做法 对不对 你现在不想生小孩 那就避孕 所以后面这个字 contraception 的确就是避孕 就没错了 好 所以要是有 这样子的目的的话 你就可以弄一些成人内容 否则就不行 大概是这样 好 但是这边pornhub的回应就说了 你执法不公平吗 so applying different rules to adult content and celebrities 好 所以这边一样 读一下就给你听 while mainstream brands and celebrity accounts frequently feature nudity and overt sexuality with no repercussions 所以这里是虽然 或者是当或同一时间这样 另外一个事情是那样 所以当主流的这些brands 品牌 以及celebrity accounts 就brands and celebrity 应该这样说了 所以品牌或者是明星们的账号 常常呢frequently 很频繁的去主打一些feature一些 nudity就是裸露的镜头 裸露 nudity 以及就是很公然招然的 overt的sexuality 这种性方面的东西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repercussion repercussion就是 算是反弹 就你做了一件事情得到了回报 通常是不好的 就叫做repercussion OK 如果是好的 可能用feedback或者之类的 但是repercussion多半就是 不好的回馈不好的反馈 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 feature nudity 或者overt sexuality 但是也没有repercussion 而我们的are fully PG PG就是那个辅导籍 parental guidance 所以我们的Fully PG accounts are regularly banned 一直常常在被ban 而没有任何好的解释 这样 那Pornhub 它本身是有一个safe for work account 所以就在工作上来说是安全的 什么叫工作上来说是安全的 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一个词 叫做nsfw 这个是在刚有网路的时候 就已经蛮夯 就很快就爆红的一个字 什么意思 这个字拆开来就叫做 not safe for work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今天传一个email给你看 传一个讯息给你看 里面是一个太阳眼的内容 然后你打开就发现 你老板从后面走过去 oh shit 老板看到我在看色情东西 不太好 所以我寄一个东西给你 是个附件之类的 我可能就会写nsfw写在上面 你就不会在公共场合点开了 因为点开你就发 oh shit 就被人家看到 如果今天送你一个 例如说猫的影片 cat video 可爱的小猫 那就没差 即便老板看到你 也可能只会觉得 不要看这个 赶快工作 所以这个not safe for work 是很长很长 在网路上已经非常常见 年代很久远的一个片语了 可是Pornhub有一个safe for work的账号 所以我是不太懂了 你露个屁股 即便没有露血 没有露三点 还是不太safe for work 我也不知道 好所以anyway 所以Pornhub的safe for work account 已经被disabled 三个礼拜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in the interim in the interim就是 在这段同一时间里 Kim Kardashian has posted her fully exposed ass the ass都就不贵 把他剩掉 to her 330 million followers without any restrictive action from Instagram 所以Kim Kardashian 就可以把他的屁股 露给他的 百万千万亿 三亿三千的 三亿三千万的follower 这个数字我都卡了一下 所以三百个 三百三十个百万 也就是三亿三千万了 这个人有三亿的follower 太可怕了吧 那他没有任何的restrictive action from Instagram Instagram没有跟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 耶 ok 所以那 他在靠腰的并不是说 Kim Kardashian 露屁股 他在靠腰的是 你们要公平吗 对不对 所以we're happy to see that Kim and the artistic team behind the image are free to share their work on the platform 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 Kim 以及他的团队 他的artistic team 那团队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影像的后面 所以他的露屁股的影像后面 可能有一个艺术团队 最好是 ok so we're happy to see that Kim and the artistic team behind the image are free to share their work on the platfor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高兴看到 他们这些人 可以去分享他们的作品 在这个平台上 但是却质疑 but we question so we're happy to see that but we also question so but question why we are denied the same treatment 所以他在怀疑 他在质疑 为什么我们就被拒绝了 我们就被否定了同样的对待 好看到这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字就好 其实就 d platform 所以 这边这个 讲到这里 大概其实你就理解到 总之他就没有平台了 他在平台上 在instagram 或者meta这个平台上 就失去了这个平台 在平台上失去平台 可能听起来怪怪的 可是 呀 这个概念 我相信你我这样讲就懂 所以我们就现在有个比较新的字 就叫做d platform 那platform是平台 加个d1在前面 也就是谁谁谁 失去了那个平台 他被d platform了 那我第一个想到就Donald Trump 其实 所以Donald Trump早就被推特 d platform掉了 OK instagram是不是 好像也是吧 搞不清楚 所以他才自己去开一个social 有没有 好像也没起来就是了 好 anyway 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拉闸扯了蛮多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